全歐洲最大聚集市場展 法國LiarCX Mania 日前盛大登場 今年台灣在文策院的帶領下 首度實體參展 成為全場唯一的亞洲國家 海西首展會總監 即創辦人赫茲博 正式簽訂合作備忘錄 開啟長期合作 台灣的電影制片已經相對熟悉跨國資金的合作 但是劇集才剛剛起步 當然我們也看到了通靈少女 這樣子成功的跨國合作案例 也因此我們跟Six Mania 這樣子很有經驗的展會建立合作的關係 讓大家可以透過參展 就可以熟悉跨國的製作 這對於台灣的聚集 能夠打開更多的國際市場 是絕對有幫助的 法國LiarCX Mania 是專為電視聚集而設計的 國際專業級展會 每年都會吸引近上萬名觀眾 和影視人士參與盛會 今年台灣有24家影視製作公司 共56間影集作品參與展會 吸引英、德、希臘、印度、義、以色列等國的產業人士前來洽商 我認為你會有在台灣的採訪 有的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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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的採訪 資產品 可以讓外國產生產品來帶來 而且你們也知道世界上的市場 我覺得這非常重要 讓我們參與參與 和他們一起見 至於下一步規劃 赫子博表示 接下來預計將在11月 率領歐洲代表團到台灣 參加創意內容大會 和台灣所有製作生態體系的 單位見面 同時發展到台灣拍攝的可能性 期盼共同開拓影視新版圖